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多不会停留超过三年 我只记得最后我们寻了一个披静的地方 盖了个竹楼 白泽淡淡地说道 这些事情都太久远了 怕那时又小 怎么会记得 可以用妙华镜 当初妙华镜有显示过我住过的竹楼 白泽突然想到 凡是那么多 只是看一个竹楼又如何寻得 东华苦笑道 而且此时两人的身体状态 都不适合使用妙华镜 你且在睡上兴许时候 你娘亲那里我会想办法的 东华终究走了这一步 天界将最后一次开启九天瑶池 允许其原非生的仙者 前来施洗成礼 本来东华是不愿逼迫凤九的 只是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只想再见他一面 凤九回来了 为了叶清提 东华的法子下来不咋地 却为时有用 不是吗 看着许久不见的凤九 东华强忍着自己的伤痛 就这么静静地望着他 他似乎更美了 比以前更多了一分柔美 看着凤九对他的客套书里 东华的眼中略显疲惫和悲色 那时候我没及时赶回来 都是我不对 东华的道歉让凤九很惊讶 这个男人竟然有一天真的道歉了 只是这个道歉是否太晚了 是不是因为我离开了 才让你觉得我同他相比 我又重要了起来 我其实并不是夫妻离开的 你不用 从来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什么 凤九愣住了 东华牵起他的手 唇缓缓地落到了他的手上 对着帝君 凤九的反应一直都是慢一拍的 想起收回手 却看到手中却多了一枚琉璃剑 见面是盛开的凤尾花 凤九呆呆地望着这枚戒指 从来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东华又缓缓地说出了一遍 将他对凤九的安排说了一遍 当初在碧海苍林中凤九的要求都已经完成 这些都是他要留给凤九和白索的 以后少喝凉水 半夜不要踢被子 你为什么同我说这些 东华望着凤九 眼中的那点笑意 却被涌上的疲惫覆盖 凉九 说道 你走吧 我这次不会带着你去的 你这是要和我两亲吗 所以给他的这些 只是为了和他两亲 其实不用的 凤九放下戒指 你给我的这些 我都不要 我们也算两亲了 凤九到最后都没有说白滚滚的事 他不想用白滚滚来锁住这个男人 东华也没有提白泽的事 因为白泽带来的未来 太过沉重 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去承担吧 只是凤九想要和离 他确实拒绝了 这是他最后的一点私心 至此 他都是他的妻 东华知道凤九的身影 消失在一十三天外 才吐出了口中的血 我走了 总要给他留点东西 东华喃喃的对着重灵主托着 刚才他所说的那些 待他语话后一定要让凤九收下 丛林不忍的点头 东华回了碧海苍林 跟白泽说了最后的话 以后 好好照顾你娘亲 只是可惜这一次 我还是要错过你的成长了 你可以验我 父君 白泽看着自己的房间 竟然被东华吓了结界 便知道东华这番话是跟他的诀别 他是打算一个人前去对付卯弱 父君 白泽跪在地上 无力地敲着那透明的屏障 东华帝君竟然选定了 叶青提为继任帝君 凤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都镇静了 一般仙者指定继承人只有一种可能 那便是这个仙者即将语化 凤九再次回到派成功 想去寻东华问问清楚 方才觉得他就觉得憔悴异常 身上还留有药香 他当时觉得不对 只是那时的注意力都不在这里 线下一想更觉得不对 只是在入太成功时 却不见了帝君 只有仲林在那里 崇林帝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会立青提为继任者 凤九急切地问着 殿下不必过滤 帝君只是觉得自己和青提先者有先人罢了 仲林垂着头说道 只是此刻九天之上 忽然天雷生动 忠林奔之殿口 脸色差是煞白 如此情景怎能让凤九相信 东华无异 只见原本和煦的天色 竟然瞬间变黑 雷声轰鸣 天幕上那原本闪烁的星辰 竟一颗接着一颗落下 东华到底怎么了 我要去见他 帝君或许还在碧海苍灵 也许能见到他 崇林苦之脸将怀中帝君的戒指递给他 这是帝君用半心做的戒指 半心 凤九想起这不过是当初在阿兰惹之梦中 他的戏言罢了 却不曾想他竞争地做了 碧海苍灵 凤九在苦寻帝君不着 却没曾想遇到了白泽 九九我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 凤九赶来 帝君呢 他把我关在这里 一个人去站鸟落 快帮我出去 我们去找他 白泽急切地说道 凤九的手上戴着帝君半心的戒指 只是用手一俯 就解开了帝君的结界 九九我们误会他了 白泽拉着凤九就往范茵谷赶去 其实一箱已生 星光结界已成 一路上白泽将大婚那日 他们遇到的一切到来 帝君竟然是为了渺络 才错过了婚宴 小燕在回去报信时遇到了仇敌 经被拖延了几日 才回得太成功 在赶往青秋寻凤九时 凤九已经不在了 还有他们本无缘的事 只是帝君不信 用了这般手段 去护着那一丝的缘 这一件件一桩桩 凤九望着星光结界中的帝君 只想扑到他的怀中 为什么什么都不跟他说 只见屏障中 帝君正直见 和以红林为兵的 渺络激烈颤抖 此时的脑落 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 他的身后是 浙溪凝城的三头巨蟒 正四处碰撞着屏障 抑郁破障而出 帝君的脸色苍白 手中的剑术一招比一招更快 银色的光芒对上黑色的灼溪 鸟落和东华同时吐出一口鲜血 凤九急着上前 没曾想这个挡住旁人的结界 却没有拦住他 凤九的手上戴着东华的半心戒指 结界竟将他当成了不结界之人 白子拉着凤九 竟也跟了进去 连宋等人望着都是一惊 凤九能进他们大致能猜出个所以然 但是白泽竟也进了这个结界 众人确实想不出了 傅君 白泽看着东华被秒落伤到 又喷了一口血 急切地喊道 你怎么带他来了 东华强撑着望向凤九 为什么还是来了 你叫他傅君 凤九看着白泽 此时的白泽头发银白 他先前都没留意 帝君竟然还有别的孩子 凤九震惊了 怪不得白泽之前一直阻挠他和帝君在一起 却原来他是帝君的孩子 凤九的眼泪落下 静不由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本已抱着必死的决心 可是此刻他竟想到了他的孩子 白滚滚都不知道自己的父君是东华呢 久久 白泽回过身 看着凤九的样子 便知道他误会了 唤道 娘亲 你换我什么 凤九差一滴望向白泽 你还记得那天你走前给我做了一大包袱 我喜欢吃的糕点 你说你出去办点事 等我吃完这些 你就会回来接我去青秋 你答应过我 不管你去哪 都不会和我分开的 可是那包东西我早就吃完了 你也没回来 久久 你骗我 白泽说着 眼泪早已落了下来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